Hello 我是天空妹 今天我们选择平日来一个尼岛一日游 我们穿个 IFC 沿天桥向码头方向进发 落了天桥 我们沿着六号码头的方向走 没错 今次我们是去平州 Let's go 哇 没想到平日都这么多人 我们搭10点45分的快船 好了 我们上上层的室内位置坐下 开船了 船程大概是25分钟左右 到达平州了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平州 哈 解锁了香港一个新地方了 我们一出码头 已经感觉到有些休闲的度假感觉 这一栋住宅挺漂亮的 充满住好欧绿色的风格 我们先沿着永安街走走走 我们本来想去这家吃Tiramisu 竟然是没开 前面看到这个小行 原来是秘密翻语的入口 我们稍后就来看看 我们先去这个奇心冰室吃饭 看门已经有人排队了 时间上早 我想我们应该都不用等太久了 这里当然要吃哈多士 有位啦 进去啦 我们叫了一份哈多士 看上去好像很脆口 另外我们还叫了一份吉利猪扒的面 和一份西多士 都是邪恶的食物啊 来到一天都不算太经验 但可以试咯 我们吃完之后就返回秘密花园的入口 入口处有一条长长的隧道 有穿越时空的感觉 你会发现所有的物件都是废物利用的 将它变身成为一些装置的艺术 那就更加吸引很多游客来这里打卡和拍照啦 好了 我们上去啦 这里就是较大的户外空间 摆放一些较大件的装置作品 眨眼看上去有些好像艺术废墟的感觉 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同的意境 再发挥一下少少创意 就可以拍到不少的美照啦 由于我们是平日过来 所以人也不算太多 不过当拍照的时候 大家就要互相离样一下啦 离开了秘密花园之后 我们再到处逛逛逛 沿路欣赏一下这些壁画 也很有心思的 来到转角位 是一间手作店 不过今天呢 刚好闪了门啦 喜欢做手作的朋友 可以来这里置製手盔的背壳 那我们走过旁边看 咦好像一间酒吧那样 不过今天好像没有开门啦 那我们途径这间cafe 咦原来是一间蛇企的cafe 不可惜今天呢 都是没有开门啦 天气实在太热啦 我们要喝杯东西啦 哇杯珍珠奶茶 原来是港式奶茶来的 啊哈你看看 那块柠檬都变了海洋式啊 好搞笑啊 我们特意来到这间饼店 去买他们的 南鱼黑白芝麻饼和合图酥啊 因为未出路 所以我们先走着这个景点 就是位于盛家路这条斜路啦 它有点像釜山的 金川洞文化村的锦绿板 拍完一轮照之后 我们沿路经过这一间学校 看到这个车仔 哇好有趣啊 是LEGO来的 还有一个石油器官人啊 然后前面看到一家士多 他还手盔了一些路牌指示 我们就沿着斜路落地面了 哇海景啊 在这里看到人家在晒鲜鱼 听一下海浪声尤其舒服 加上看看花花草草 感觉就更加疗愈了 沿路回到大街的时候 刚刚看到有几只猫仔 好有趣啊它们 而且有点肥肥的 我们再去买白芝麻饼啦 它真的挺香的啊 买完之后 我们往大理岛的方向进发 沿路见到这间挺英式的餐厅 这些像是曬干了的果叶 不知道是不是呢 我们沿着海边慢慢地走 欣赏沿途的风光 绕过公园再穿过这里 就会见到一个很开阳的海了 没错是迪士尼啊 我们经过这条桥 就可以去到大理岛了 我们刚才就是在这条桥过来的啦 大家觉得这个石像什么动物呢 加入在这里看日落的话 我相信都应该挺漂亮的 大家猜到没有呢 开猜 好 拍完照之后呢 我们就沿路回到码头啦 好了 我们今天走了大半天 那现在就准备去码头走的啦 好热啊今天 出了好多好多汗 就这样 我们就在平州消磨了一天啦 刚刚好 说得及回到5点25分的快船回中环 好了 拜拜啦 总结来说 虽然平州呢 就确实没有其他的尼岛那么热闹 但是反而就有一种更加朴实的感觉给我 所以都推荐大家 加入或者平日 来平州逛逛 确实不错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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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哈 嗯 喜欢我的分享 可以留言 赞好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一个小小钟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